人家拿那坐 别拿着 你自己拿着 你看我 Steph 都说呀这是远亲不如近邻 徐女士为什么 和他的邻居一见面就你这么激动呢 大人家有房子被人家非 Comp Citizens 房子怎么被人家非法欺占了呀 在房子上面放别人家的东西 房子上面不是应该房子里面吗 所以跟人家有房子一瓢窗上 放个啥呀 放个拾外斤 为什么放到你们家呀 那我也不知道 俺不老不经常给这儿煮 他就不声不响 也不知道啥时候和装伤 反正是好几年的 你跟你的邻居沟通吗 我跟他沟通啊 他态度很恶劣 而且这几天都没死 昨天去啊 我这儿都疼 你都不知道 他说你看看人家咋装 你看看人家咋装 你就看看人家咋装 他就交易了 就交易了 我俩坑你我都没坑你 那根据徐女士所描述呢 他们这栋的邻居啊 大部分都是把自己家的空调主机 放到了自己家的飘窗上 他们家楼上的这位邻居呢 把空调主机 放到了徐女士家的飘窗上 现在双方沟通无果 这件事一直搁置于此 今天夏天啊 徐女士就要和家人 一起住进新房了 夏天呢想装上空调 但是主机又没地儿放 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到邻居家门口 咱们找邻居沟通一下 好不好 看看邻居这边 咱在不在家 由于六楼的邻居不在家 寄着现场电话联系了他 我看咱楼下的邻居 都是把他们那个空调主机 就放到自己的瓢窗上 你这个东西 哪是你自己的瓢窗啊 那您觉得您家这个瓢窗上面 是属于别人家的位置吗 你自己家的位置就是自己家的 别人家的就是别人家 您不能说都是买的房 我觉得这样说是不合适的 这肯定是有当初建楼的时候 都会有规划呀 楼上楼下咱你看远亲不如近邻 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 咱合理处理 别光说这个位置是我的 咱抢占这一块地方也没有意义 你看咱家冷了 咱开个空调 人家家夏天热了 想开空调没地方 咱互相理解一下 要不然就是你来现场 咱协商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 这个答案 行行行 两位邻居一见面 就激动的互相指责了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 记者前往物业咨询该小区 对空调外放机安置问题 究竟是怎么设计的 打理给他们讲一个很清楚 我说是你是人家的园子 如果我跑到委员宅 我说你愿意不愿意 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规定 自己家的空调室外机 要放到自己家的飘窗上 听到物业这样的规定 许女士的邻居任先生 会挪走自己家的空调外机吗 邻居任先生表示 是七楼邻居把他们家的空调室外机 放在了自己家的飘窗上 只要物业督促七楼邻居 把放在自家飘窗上的空调外机挪走 他也会尽快地将空调外机 从许女士家的飘窗上挪走 于是记者和物业的工作人员 一起联系了七楼和八楼的邻居 五楼人家现在装空调装不上 六楼他那空调装到他飘窗上 就他一次的腿 你都让那个那空调再挪一下 然后那摸鸡 就这两三天吧 我赶紧想想咋弄 让我讲人赶紧过来挪走 现在这个八楼邻居他愿意挪了 咱联系一下七楼的邻居 七楼子一五三 我们刚刚在那个 给八楼邻居联系了一下 他说这两天 他就把放到你们楼上 就你们飘窗上的那个主机就挪走 那这两天咱尽快挪行不行 那这个事也就麻烦您 帮忙监督一下 然后把这个事给他处理好 行不行 总总总这问题不大 学好挪 那我都不学生 解决大难题 没事没事 真谢谢你 没关系不生气就行